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的生活经历 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工作经历 我的受教育程度 我是PhD 我是三个P加在一起的仨PhD 他会放在一起说 他会在自以为自我的这种情感中 强烈的自我的表现的情感中去表达事情 去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个胜利者呢 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看 一个失败者呢 他往往会容易检讨 但是胜利者很难去检讨 因为他拥有了 他成功了 他已经是一种标志了 所以当一个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成功的时候呢 他会站在他自己成功的角度呢 放眼全宇宙 宇宙真理就跑他那去 我没明白太任何人 我只是说朋友们看问题会容易这么看 无论你的成就大与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在网上 在国内的网站上 评论非常多的是马云 原来的阿里巴巴的总裁 成功者 马云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呢 说了那么一段话 这段话呢 一时激起千层浪 BBC报道这么说 马云六次言论遭到炮轰 八九民运人士周峰索 方正和雄言 发表连署函 要求前阿里巴巴首席执行中安 马云对其有关六次实践的不当言论公开道歉 原因是 马云最近接受了香港英文报纸 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表示 他曾像原来的邓小平一样 为了维护稳定而做出残酷的决定 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抛开自己的利益和情感的时候 看待的事情就是真实的 但是一个成功者 会把自己理所当然的放在了云端之上 会认为所有的事情 他的认识是最直接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有些人就容易说一些特别的话 阿里巴巴的事情呢 我觉得不用说了 他这里主要提到了一个当时阿里巴巴处理危机的事情 他讲2011年6月底 阿里巴巴公司与杭州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年初B2B平台欺诈事件的部分侦查结果 2326名阿里巴巴网站的会员 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国际买家 并有将近100名阿里巴巴员工卷入其中 为此阿里巴巴上市公司的CEO 魏哲和COO李旭辉引咎辞职 当这件事情被问到马云时 马云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一家公司的CEO 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 还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 你在这个当口上 要向邓小平在六四当中 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 他要稳定 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 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 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 是必须要做这样决定的 混日子 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 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BBC紧接着回复了当时的情况 1989年6月4号凌晨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 与当时的总理李鹏等人的授意之下 中共当局派军队前往天安门广场 武力镇压 在那里要求惩治腐败 实现民主的学生和平民 那导致了现在被认为是数千人死亡 应该是三千人 有人说到六千人的死亡 那马云以这样的方式来肯定当时的邓小平的做法 他讲说当时的邓小平是国家最高的决策者 所以这就变成了也就确认了当时的邓小平 等于顶掉了当时的国家主席 当时的包括共产党总书记 对吧 所以邓小平本身在这件事情上是个篡权者 那另外一个点 那在后来的时间里面 无论是邓小平的家里面 还是李鹏的家族 都在竞相的推卸责任 马云等于否定了他们家里面 对这样事情的推卸责任的说法 讲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杀人的决定 是邓小平做的 第三 马云他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成功者 所以他认为 以国家的角度来讲 以公司的角度来讲 以整体的角度来讲 说实在了 是以自我的权力的角度来讲 阿里巴巴是他创造的 所以这是他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独裁的体制 所以当谁掌握主权的 谁掌握这个实际权力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是他的 这就跟当年的卡扎菲没有什么两样 这就我们大家在观念当中就认可了 所以马云可以说的非常的有利 而今天很多听众也一定认可他的说法 没错 一定认可他的说法 而这个稳定的基础在于自己的利益要一定要被保护 这是核心 所以他就没想到明天可能他也被杀 他也没想到邓小平在死后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马云遭到了所有有关海外的国内的异议人士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人的说法 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违背世界公认的对六四的定性 其实我个人说的觉得就挺简单的 明天发生点什么事 把你媳妇把你儿子给干掉了 你怎么说 网上就有篇文章 我忘了是在Facebook上有朋友就讲 说很多中国人非常的悲哀 这种悲剧呢 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有现实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他们推翻不了这个环境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个环境不可抗拒的时候 他们忍辱负重 苟且偷生 在适应这个环境 在适应的环境过程中 最大限度的获取的利益 当有一天突然厄运放在他脑袋上的时候 他立刻就站出来要维权 而在此之前 他在嘲笑那些维权者 我个人认为不是说 我说马云对马云错 我说马云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被洗脑的结果 那文章还讲说 整个联署函要求马云收回 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 所发表的不当言论 郑重向所有的六四事件的死难者 参与者和世人公开道歉 在马云先生没有就上述要求 做出回应之前 我们呼吁民众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不再支持与马云先生 有关的任何投资产品服务 包括并不限于阿里巴巴 支付宝和新浪网 那这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浪潮 那其实包括很多人都在 包括包同等等 都有针对这件事情发现 我的态度就是说 当一个人站在自我的角度 特别是在某一方面成功之后 如果人还能够心静如止水的话 那是个伟人 那是个抉择 否则的话 就容易说一些 他想说 但是他根本不在乎该说不该说的话 习近平的父亲的根据地陕西 星期一又出事了 BBC报道这么说的 陕西榆林市神木县 县委书记据说要升官 结果升官的消息引发了上万人的示威 报道讲说 该县县委书记叫做雷正熙 不是雷正傅 雷正熙 被传升职离任 结果造成了多达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原因很简单 神木县是个产媒大县 那曾经是陕西第一副县 但是近年出现了多起重大的非法集资案件 据说从2012年以来 神木县的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 多达4786起 设计金额32亿左右 那而被县官安局立案调查的借贷案件7起 设计金额43亿 那据说这位姓雷的很贪腐 2010年担任这个县委书记之后 把大量的工程包给了自己的亲属 这里涉及到一个集资问题 所以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 网上有篇短文这么说的 曾成杰被冤杀 王石呢 惊醒忏悔 检讨重庆事件 王石呢 是袁万科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成杰曾经是全国著名的 什么十大房地产行业的杰出人物 结果已经被杀了 那相信他们之间彼此相识 那王石呢 就有着自己非常特别的感触 王石在微博上公开检讨重庆事件 他说 要为自己曾经的懦弱表示忏悔 检讨重庆事件 在畅红打黑期间 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 被强制的关进牢房 没收财产 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 甚至被告辩护律师 也被冤屈判刑入狱 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 反思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 对违反法律 侵犯财产 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 应该明确说不 那曾成杰呢 四年前被抓 当时他被抓的时候 就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在湖南省做省委书记 而周强 成为了最高法院院长之后 仅不到三个月 就把这个 曾成杰干掉 而且是秘密杀掉 没有通知家属 而这就引起了反响 而他曾经是 很成功的房地产家 所以就把王石给弄醒了 我相信王石的暗语就是说 你把他干了 下一刀就是我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